Ain,我们之前谈到人际关系当中 我们用Dr. John Thompson所说到的关系里面的七个C 第一个是Coaches,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教练 第二个是Comrade,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战友 第三个是Casual,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伙伴或者是同伴 还有第四个是Colleagues,就是我们的工作上面的同事 然后到我们所关心的对象Care,还有所谓的Chronics 就是可能会跟我们有一些耗损的一些的依附 错误的一些依附关系的这些我们帮助的对象 到最后Contaminants,就是污染者 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聊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算是重要的友谊 就是所谓的Casuals跟Colleagues Casual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可能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当中 有一些些可能可以成为战友 但是一般来说都还是在这个Casual的一个层面当中 也包含我们其实有一些同样兴趣的朋友 关于这个Casual,这个同伴的这个东西 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觉得这些Casuals 这些人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然后显然我们跟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兴趣 我们可以一起聊音乐,可以一起聊电影 可以一起聊新闻 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 没有什么负担 那其实从这个部分 他们其实可能会往战友再更深一击的 因为其实很 就是战友的可能 就是战友前的一个彼此认识 就是这个同伴的 对,就好像我们中文就讲说是聊得来的朋友 那当我们聊得来久而久之 我们可能会谈我们人生的梦想 我们服事的梦想 我们生命中的呼召跟异象 那么可能就越来越契合 其实任何的关系都是需要走到这一步的 就是说都是需要经过Casuals这个阶段 就是非常谈得来 然后才能够变得更深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同事 因为我们现代人真的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面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很自然而然就是 我们工作时间那么长 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就去吃饭吧 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 我们下班的时候一起吃吃饭 其实很多时候就从同事 只是工作关系 慢慢地变成很聊得来的朋友 甚至慢慢就变成无话不谈的人 就变成好哥们了 就变成好姐妹了 那就是变成战友了 所以其实同事 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觉得同事最好就是只是同事而已 我们除了公事之外不去谈 可是有很多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觉得说 如果有些友谊的话 那么其实在工作上面会更开心 会更享受在这些工作上面的时光 所以其实同事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需要去经营他的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casual的关系当中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说我怎么样找到好朋友 或者我怎么样找到战友 其实就从做朋友开始 其实简单来讲我们做朋友 其实我鼓励是可以很广地交朋友 没有问题的 就是在casual的这个层面当中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成长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朋友的来源 会来自于我们的学校的同学 或者是可能教会一些 这种团契当中所认识的 那你发现当我们进入到社会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的这个casual的圈子 有的时候会越来越窄的 所以其实要发展兴趣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领域 然后怎么样在不同的场 不同的兴趣当中 不同的场景的里面去认识新的人 这对我们的casual来讲 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同伴的层面是更丰富的 那你也知道在教会里面 教会很多人 可是我们必须诚实说 因为小组化的教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其实跟我同一个小组的人 已经熟到不能再熟了 我们可能十年的小组还在破冰 你知道吗 同一群人 所以某种程度其实 即便我们教会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我也常常鼓励说 我们怎么样让小组跟小组当中 是更有流通的流动的 就是说可以彼此认识或者是有很多 我觉得idea 我们当时小组化是要让每一个人 都在一个牧养的关系的里面 或者是在一个门徒小组的架构当中 他生命可以成长 可是其实我们也说真的 以一个人的社交上面的需要 其实他只是锁定那十个人 在同一个群体当中 然后十年都不变 其实对他的整个的社交来讲 其实是不一定是最健康的 我必须要这样讲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 这一个casual层面是更丰富的 所以我发现 比如说在我们生命培训学院 他可能在他的小组 在他的牧区的里面 可是他来到这个地方 突然间他放在一个 七十八十个人左右当中的 一个群体 然后他们都是学生 然后跨年龄层 突然他开始可以认识 一些很不一样思想 很不一样世代的人 可是他们却在有一个 共同的一个体验 就是在学习这样更多认识神 更多认识神的话语的 一个过程当中 他突然发现他有一个 机会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这个当中他可以去发展 他的一个连结 跟发展那个关系的深度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比较健康的一个友谊的成长 比较健康的一样 比较健康 一只在没有 比较健康的解采 受欢迎 精湿